刚开始肯定聊的比较多嘛 然后各个方面需要多了解一下 然后聊的都比较新鲜 然后关键是前段时间吧 跟朋友然后组玩游戏组建了一个战队 然后用手机呢开语音开黑一起玩游戏 然后玩着玩着吧 他就经常打电话 一天打好几个 反正也没什么大事 我想你不能耽误玩游戏啊 打完再回呗 然后给挂 但是我打完电话就立马给他把电话 那你还是把游戏 先玩玩游戏才给我回的电话 你就不能暂停一下 然后先接我电话吗 你整天 你一天打四五个电话也没什么事啊 那我还不能找你说说我心里的难受了 你就整天陪游戏 你陪游戏重要还是陪我重要啊 那肯定你重要啊 那但是玩游戏我也不是为了消遣一下嘛 有时候工作压力大 或者是有些其他方面 那你跟他聊聊天就不能算是消遣吗 吃饭的时候吧 有时候跟他吃饭 然后他就说他游戏又赢了 然后五个人开黑把对方怎么给坑了 然后获得获得怎样的战绩 你说我一个女孩子我也不懂啊 然后就整天说他怎么怎么样 他也不关心我生活怎么样 我还憋屈呢 我心里还难受呢 我自己一个人站着待着 你也不提我 那你是跟我谈恋爱吗 那我周末不也是陪你吗 那我跟你说游戏一些事情 不也是跟你分享吗 分享一些我的小快乐 那你还是分享你的呀 你怎么不关心我呀 有时候吧 我和同学朋友什么的出去一块聚聚什么的 我们几个女生小聚一下嘛 他就嫌我喝酒 然后呢他整天玩游戏也没空陪我 那我还能怎么样啊 那我不陪你也不能出去喝酒啊 女孩子没事就喝酒 那都不好啊 万一你们喝醉了 谁来保证你们的安全 你呀你还当过兵呢 他就玩游戏 喝多了就找不到了 还怎么保护 反正现在也不经常跟我聊天 然后我感觉他跟游戏谈恋爱去了 我就跟不存在差不多了吧 以前吧 我跟朋友出去看电影嘛 然后他给我们订票 然后选座什么的 然后去接我们 那时候朋友都可羡慕我了 说我找了一个好的男朋友 当时我也感觉特别幸福 那后来就是逛街的时候 手机都不离手 然后一直在那玩游戏 我去试衣服去了 出来喊一声不答应 然后过去戳一戳他 问问怎么样 他就随便敷眼睛 还行行 那就拿着吧 或者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然后我就感觉太没意义 你们女孩子换衣服 一般都一二十分钟 然后像我们男的 就在外边啥等啊 闲着没事 然后有手机 然后我玩玩小游戏 怎么了 然后坐哪儿 那么爱打游戏啊 因为之前吧 就是跟朋友啊 战友啊 的联系方式 还没有说通过游戏 这个途径上来 后来吧 偶尔的我发现了 玩游戏 还是确实一个 维持关系啊 保持联系的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 联系方式 然后有了战队之后 可能那一段时间 玩得比较迷 因为我是学生嘛 所以我在学校 然后平时上课 时间都挺紧的 然后我想 还暑假的时候 出去转一转 玩一玩吧 他说了 没时间没钱 然后让我自己 看着办吧 没时间没钱 就玩游戏也花钱呀 还得买装备呢 那也总比出去旅游 花得少呀 你每个月 买游戏装备 花多少钱呀 万七八糟的 一个月一千差不多 不知道的钱都没了 一个月 吃好的吧 也没说特别好 就吃泡面呗 因为哪有时间呀 一局接一局的 然后就整天吃泡面 自己也不知道 心疼自己的身体 你一个月 花一千块钱 玩游戏 然后告诉人家 没钱去旅游 谁听了能不气呀 我觉得他脾气 还真挺好的 这不是最重要的 这谈有多久 一年多吧 生日礼物都没了 那以前就是 没有生日 或者说 很特殊的一天 他都会给我 一点小惊喜 小浪漫什么的 后来到了生日 人家都不记得 过生日那天 不是跟你一起 出去吃饭了吗 那吃饭就行了 过生日就吃顿饭呀 那礼物 没有礼物怎么能行啊 礼物平时不也有 给你买吗 平时 那过生日那天 也是没买 那也是后来 才补上的 那后来补上 比当初 你自己买了 它能一样吗 那你心里有我没 心里有你啊 反正游戏比我重要 我看 整天跟游戏处着呢 我就被静在一边 问他 然后我说 行了吧 打完这一局 打完这一局 再来一局吧 然后就又下一个 就又开始了 一开始就四十多分钟 四五十分钟 我又在那傻等着 你也没傻等啊 你不是可以看吗 就让我无聊 在那看游戏 你说我能看懂吗 就看他拿鼠标 他还气得要命 他在那玩游戏 打过一个人了 杀不死的一个人了 还气得 气得多久 那我知道什么事啊 你有没有想过 他既然那么喜欢 又没时间分享 你也学学游戏呗 跟他一起玩 他喜欢钓鱼 然后想让我陪他钓鱼 本来我的性格 就不适合钓鱼 他也让我说的 你看他 你看我钓鱼 又是一种煎熬 听起来好像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